半屋收拾旧物,总是会发现宝藏。 这一天,在一个旧纸皮箱中,竟然发现 差不多40年前两张由当年皇家香港警务处长韩尔利班法的奖状。 那是一个叫做协助警方撲灭青少年罪行比赛。 比赛内容是什么?年代太久远,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但仍然记得的就是比赛是由少年警讯主办的。 因为那个年头,很多小孩都参加少年警讯, 而港九新界很多区都有少年警讯的会址。 我住那区的少年警讯中心一直树立在最旺的街角, 不知哪年哪月开始,大门开始紧闭,没有再经营, 但少年警讯的简称JPC的招牌就从来没有改变过。 黑暴后,香港国安法实施,社会回复秩序, 这间JPC的会址外场也游上了新的壁画。 至于里面是否重新开放,因为我已经不在少年了, 所以就没有去探究。 只是知道少年警讯总部在八乡,很漂亮, 连习主席访港都特别去参观。 日前,看到警务署内部刊物警星的封面故事, 原来2019年黑暴时被强水严重伤害的刑征探员小虎sir, 他在少年警讯教出来的凶手道徒弟韩世杰最近加入警队, 并且在两个星期前的警察结业会粗里, 拿到泄妇杯和银笛奖。 这些奖项是颁给包括步操射击体能和工作实习上有出色表现的人, 还要是成绩考第一,加上警官和上司的推荐才能拿到。 试想,如果没有少年警讯,如果没有少年警讯开办的凶手道科, 没有遇上小虎sir这个师傅, 这位年轻人未必能踏上今天脱胎换骨的路。 正如一切学校制服团队, 童军令你懂得求生技能,懂得贡献社会, 盛若翰救伤队就教你学会基本的急救, 学会救伤扶毅。 而少年警讯就是令孩子在成长时有正确的价值观, 对社会有责任感,明白什么是正义,明白守法的重要。 而更重要的是令少年人在成长时期, 有很多正人君子在旁边担任人生的导师。 16岁的韩世杰,当年遇上小虎sir就是最好的例子。 2013年,本身亦是空手道冠军的小虎sir, 在元朗区少年警讯开办了空手道班。 当时只有16岁的韩世杰,就是他第一批学员。 小虎sir不仅教功夫,还教德行、教做人。 强调,学空手道不是为了打架,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空手道班一个星期只有一折课。 小虎sir经常利用私人的空余时间, 为韩世杰在公园补课。 9年的苦心栽培,终于收成正果。 韩世杰凭着空手道在本地多个赛事获奖, 更远赴日本参赛,拿了冠军。 在小虎sir的鼓励下, 韩世杰今年更决定投考警察。 最令到师傅安慰的,就是这个高徒 在学堂的7个月训练里表现优秀。 从此,社会上,警队里, 就会多了一个出色而又正向的年轻人。 有个海星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位智者看到沙滩上很多海星, 于是将它们逐一扔回大海。 过路的人笑他, 整个沙滩都是海星,你救得多少? 智者就说,至少我能改变我手上这几只海星的命运。 今日香港的年轻人就像那些代舊的海星。 如果少年警信能像我读书的年代, 区区都有,活动频繁,覆盖勉广, 然后每一区都栽培一批像韩世杰那样的年轻人。 有这样的少年英雄训练营, 香港的未来应该会动良处处。 我们下期再见。